《世界當中的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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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經參加過其他比賽嗎 客內的人 中時現在在美國讀 自己都會在香港發展 你這次會唱廣東歌 還是英文歌 初初會唱英文歌 因為自己覺得對廣東歌的要求比較高 所以想再練多些唱廣東歌 不要當這是比賽 當自己一個家裡唱歌很輕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聽聽我的作品 之後我都會在這方面繼續努力 我現在讀中四 其實我都是由最近兩三年才開始參加唱歌比賽 但是我從五歲開始就在學聲樂 首先是由學校的比賽 然後就是外面參加了一些小小的比賽 就是最近才開始接觸比較大型一點 分了初賽、復賽、決賽的比賽 我喜歡跑步、跳舞 因為我喜歡唱歌是喜歡跳唱 我最近的唱歌比賽都是以跳唱的形式去唱的 少數是只唱歌 我是183號的Sharming林詩曼 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一票,多謝 我想問你準備了什麼歌給我們 準備了我自己寫的歌 歌名叫27 因為其實準備的時候 當中就中了COVID 都少了一些準備時間 盡量去利用的時間去做法 都想做到對得住自己的歌 玩音樂玩了一年左右 契機上都是突然間發覺自己有些情感的東西 就是學結他、玩結他 唱一唱一下 就發覺原來自己可以把自己的心情記錄低 玩一下玩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走到你這裏 練習大概預備了兩三個星期 其實什麼年紀、什麼界別、什麼人都好 只要有夢想就不妨可以去追 而且在追夢想的過程中 其實都要累積很多不同的經驗 保持自己穩定的水準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比賽 都是其中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最近參加了某大電視台的歌唱比賽 入圍了100參賽者之一 感覺就是覺得自己的stage experience不夠多 很多東西好像明明自己可以發揮得更加好 就是因為基於經歷或是experience不夠 都發揮不到應該有的水準 所以都希望可以透過這次的比賽 都可以令到自己獎多點知識 都知道自己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希望以後可以改善和改進 每一次的經驗都對於我來說 都是上一個特別的課 好像在儲錢一樣 每一次經驗都在擺銀紙在自己的袋子上 我覺得是這樣 準備了一個月 之前老師會說過我發音位不對 我覺得如果可以在音樂方面發展 就是挺開心的事 因為少有是我覺得 我會花很多心機在這方面 又不會覺得很累 我已經在做事了 我做護士 但我覺得有時候工作都會令到我會有所改變 就是因為我照顧的病人 可能他是走得走得 突然之間爬了 我會常常見到這些情況 我也有照顧過長期臥床的病人 就會覺得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哪一天 會突然之間發生這些事 當有一天我看著天花板 只可以躺在床的時候 我會在想 是否我的人生只有工作 都想為自己喜歡的東西 花點心機和時間